自己的事最好就是自己做 大家好 我是杜夫斯基 今天我要講的就是奇魂 他是雜英社的少年 周刊漫畫雜誌上連載的日本漫畫作品 在2001年就改編為這個電視動畫 我就會用兩分鐘去講名奇魂 大概是講些什麼的 奇魂是講男主角 晉藤剛 他在他爺爺的家裡找了一個古老的奇盤 因此跟周刊相遇 周刊是一個平安時代的人 他是教天王捉這個遺棋 因為一次他捉棋的時候 他受到作弊的污名 而去選擇投水自盡 他附在剛仔身上 目的是為了有一天他的奇魂達到神之一手 在過程中 江仔由不喜歡遺棋 到成為了職業的騎士 他認識了身邊的一群好朋友 包括和也 越智 伊國 最重要的是他遇到他的對手 然後 塔齒亮 塔齒亮因為被座維附身的江仔打敗 希望想和江仔捉更多的棋 江仔自己本人也跟著塔齒亮的步伐走下去 希望有一天塔齒亮不要只看座維 而是看我 在最後 在座維和塔齒明人捉完棋之後 江仔就發現了座維有一個錯誤 而座維也明白到 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而離開了 而江仔最後接受了座維的線 作為一個故事的終結 那奇魂為何在我心目中是第一的神作 我會用四點來解釋 第一 奇魂是有深度的人性黑幻 那圍棋是一個玩意來的 簡單可以是十分鐘之內玩完一場 複雜的話可以去到幾天才玩完一場 而光仔 塔齒亮 和也 越智 伊國等人為了圍棋付出了很多時間 可以說圍棋就是他們的一切 而在現實裏面職業歧視每年只有一至三個合格 而當中參加職業人職業士的人 可以說是上千甚至去到萬人 而有人考了很多年 職業士都沒辦法成為職業歧視 而就放棄 在這個業餘世界裏面是沒有人工出的 考生因為足企不錯 但是因為種種的原因 而不能成為職業歧視 但是他們又不能放棄 因為喜歡 當中的一首歌 叫GET OVER 裡面一句 如果要放棄 一開始就不會堅持 所以奇魂是有深度的人性黑幻 第二奇魂是有深刻的思想內涵 圍棋本身就是為了提高思考而去創造出來的 它的設計可以是跟這個術數和命理有關 而圍棋是作為奇類遊戲裡面最複雜的玩意 它能夠反映著人的智慧結晶 如果你身邊有一個玩圍棋的朋友 你一定會覺得他是一個怪人 因為圍棋又悶又浪費時間 而且圍棋的目的是提升小朋友面對這個逆境 和尊重對手 你跟別人去捉棋的時候一定要用盡全力 你就不能有所隱瞞 因為我相信這個就是為什麼圍棋是有樣子 和有分先兩個不同的概念 而奇魂作為一步而血化 最基本的思想內涵是 堅持夢想、珍惜朋友和團結 如果這個世界是有外星人的話 他們一定會適足圍棋 所以奇魂是有深刻的思想內涵 第三,奇魂是有深入的歷史人文 在奇魂的劇集中介紹過日本的本音坊秀冊 真名叫虎翅囊 同時也介紹了它的墳墓 不單是印度 印度在哪裡呢? 印度是在廣島裡面的一個小城市 東京也有虎翅囊的墳墓 而座位是由平安時代理的人 雖然在真實上沒有作為這個人 但是它帶出了平安時代 是有人去重視圍棋這件事 而在劇外裡面 就有江湖時代的圍棋四大家 本音坊家、井上家、安井家、林家 這四家的地位是最高的 歷史是最冤薄的 不單是這四家 只不過是這四家最出名 所以歷史才是最完整 當你對圍棋產生了興趣之後 你就會去查資料 你就會發現 有很多其他人 例如中國的吳清元 日本的最後一代名人 本音坊受災 吳清元就和本音坊受災 身後對局 最後就是吳清元 一個來自中國的人 擊敗了最後一代的名人 本音坊受災 當時吳清元是一個人 本音坊受災是一群人去圍住 因為本音坊這個棋局 是捉了很多天 可能有一天捉到很累 就是封守的 就給了一天時間 去想接下來的一步 應該怎樣走 美女克家家 她爸爸是澳洲人 她是一個混血兒 她之前在台灣已經有一定的級數 然後去了中國大陸 好像現在是五段 即是五段 除此之外 還有贏了超級電腦 AlphaGo的李世蛇 我記得在16年的時候 你有看新聞的話 那時候 超級電腦AlphaGo 跟韓國第一人李世蛇 簡稱小李 大李就叫李昌告 進行了五局的三聖制 當時李世蛇 在頭三局都是輸了 然後第四局 憑著一個坐圍的人神之一手 就贏了 雖然第五局都是輸了 其實可能大家不知道 其實當年奇魂這部漫畫 就是因為李世蛇這個人而停產 因為當時李世蛇這個人太囂 他沒有參加過其他那些韓國的職業史 直接拿世界冠軍 所以因為有拿幾次世界冠軍 就直接給九段的稱號去 就是看一個人是多麼囂張 是有實力 所以是尊敬他的 而唐朝也不少皇大是喜歡抓圍棋 例如李世民 例如圍棋就是東方的驕傲 所以奇魂是有深入的歷史人民的 第四 奇魂是有深入的社會影響 在奇魂的動畫法之後 香港 中國 韓國 日本 馬來西亞 泰國 這樣的地方 學圍棋的人都越來越多 其實不止這些地方 還有很多其他地方 例如新加坡之類 最強是中國 韓國 和日本 這個是亞洲三強 小弟 當年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而去逐圍棋 還有做過一些你們會覺得很弱智的事情 就是當時中學去木材寶 然後買一塊 叫他們過一塊50x50的奇盤 因為當時是不夠錢買 奇盤 你知道那些奇盤 要不就不買了 一買就應該去日本買那些 貴木 或者匪木 說起上都是幾千元以上的 所以就買一個 自己叫他 叫他 割月50x50的奇盤 自己一個人去什麼回家 奇魂這套作品 曾經在2000年獲得過 第45屆小學館漫畫獎 在2003年獲得第七屆首種自從文化獎的新生獎 人工智能 用於圍棋 作為一個測試的對象 人工智能在將來的普及化 都不是第一天聽的事 但現在都有一些實質的例子 例如是 用這個人工智能去玩這個 遊戲升海爭霸 例如去聽音樂 創曲 例如去考這個東京大學 而各下 還可能因為當年因為奇魂 而去捉圍棋 就算現在沒有捉的 當時的熱血氣氛 我覺得大家都應該有些印象 而且日本將圍棋升到一個 到的境界 例如有這些 宇宙流感的觸發 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所以奇魂是有深遠的社會影響 最後 如果覺得我的影片還可以接受的話 可以訂閱 讚好 分享 也可以留言 我一定會盡自己最大努力 去回覆你們每一個的留言 因為Youtube 是會因為我的讚好 還有我的訂閱 而把我的頻道 放在一個 究竟有很多人看到 或者根本就沒有人看到 純粹是我自己在這裡 賺好的人數越多 就會有更多人去留意我的頻道 我在Facebook 或者IG 也有我自己的鐵文 而且在Facebook也有粉絲網 取材志 一套動畫 《Carlos & Tuesday》裡面的一句 我就改編了 就叫 We can change the world to take with you 這一句不單止是 一個 即單一句 仍然是我的中心思想 多謝八位訂閱我的人 我跟你們說 我一定會更加努力去做每一條的影片 那就 Believe in Yourself 希望觀眾可以給點意見 你們希望想聽 想看哪一套的作品 還有你們都可以去留言 無論是對這條影片的正面 或者負面的留言 去feedback給我 令到我去有更加大的改進和進步 你們都可以 如果有其他系列 可以提議給我 在下面留意 如果我看了之後 我覺得可以的話 我會 用自己的時間去做一集 即是我去看了那些資料 再做一集給大家看的 都可以的 我到夫斯基 會每兩個星期 只需要去出一條影片 你們喜歡我的影片 就可以按下面的鐘仔 就可以第一時間得到最新的資訊 今天就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